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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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水工所的一个勘察 那我们明显的发觉到 水工所暗渡成仓 表面是水工试验所 里面是焚烧全国所有 各学校试验坪 包括中央研究院的 医疗废弃物在这边焚烧 包括肺炎 这样明显重大 在台南市 没有任何里面不知道 这边做一个掩盖事实而来做 这样严重的焚烧行为 让我们感到非常不齿 所以我们请环保局 立即来测查 第一 针对他的肺液处理 是不是要符合整个的标准 第二 整个的容量 是不是要符合他整个 原来的申请的模式 对处新台的营销環境 事严所的普通 林高峰表示 改风化炉主要是处理 事严设的废弃物 跟医疗废弃物不一样 而且又是教育部生理 专门处理教育 客的事严设所申请的废弃物 包括中央研究院的废弃物 我先强调一下 我们这边是 实验室废弃物跟医疗废弃物 还是不一样 这个 我们因为知道 这边在医疗废弃物 这边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 是没有在说这个东西 这个大概从以前的申报资料 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这个是 因为是教育部成立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是一个共同处理体系 我们就会依照 那个教育部的 所有的办法 或是他的管理的规则 我们去做相关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合法的进法 就是这个都是 按照废弃物清理 清理法在做这些事情 我想 我们依法处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怕 该来的 我们也是该来的 今天草车该来的 该运送的 我们还在再做 我们不怕急查 因为说真的 事实上就是我们 完全都是按照规定 在做这些事情 现在各位看到 那是中院的废弃物 那就是废异 那不叫做医疗废弃物 我还是要澄清这件事 因为这个还是很重要 因为废异 其实上还是 就是在容许方法 再做处理 另外废弃物也表示 依照氛化炉的设立标准 当初把氛化炉 一当小的塑料 包括固体和液体 来用1300斗 废弃物会调多资料 至于感动的部分 也会占对空气和汽水来做调查 原先许可它是每年固体的废弃物是550吨 然后那个有机废异是792吨 那目前他们实际的操作量 这个我们会再调阅他们详细的资料 再进一步的了解 是不是他们有超过许可的量 那跟超过许可的这些废异的收集 因为这座氛化炉 因众在生态安南浩区里面 日本的外面的人 只知道里面有一个水工试验所 并不知道有医疗数学区 某的氛化炉 加上现在又是风雨的旗舰 医长对着处理另外的方法 把氛化炉的围地 也表示真没人懂 美其名说水工试验所 里面是做这种 焚召医疗飞机的勾当 而且整个你现在冠状病毒这么的严重 整个都没有穿防护衣 离谱到真的太离谱了 台南新闻林根 蔡宏伯德 因为北部已经有 永恒重心的工作人员 在地区危险 为了抵免社会 好理机构也发生感染 持续要求社会 要提早做准备 上后就在老人 永恒重心 进展出武漢肺炎医疗 改动心就提出 逢业的精臂和应变改变 包括任务分工 以及分副的照顾丁丁 来製造成压批 因为机构所带的都是 在免疫力压批的老人 在肯定有任何的思考差 其中恩威特 最后也转天高中 关心艾人的状况 特别是一旦发现 主人艺术感染 相关上衣 董山的几位 和全户武装 等设置 都不可以 很麻糊 不是今天来看演练而已 是他们先前上个礼拜 就已经自行社会局 督导他们演练 所以已经拍了一些 演练过程的影片 什么演练过程的影片 就是万一有发生确诊的病例 怎么样子把这个确诊病例 安全的再送出来 然后怎么样在院内 怎么样在院内进行隔离 然后做好安置隔离的动作 那因为台南养护机构蛮多的 然后相对应有一些医院的病床 或是集中隔离的地方 可能是要留给可能发生的这个疫情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经过跟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讨论过以后 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原就地的这个安置 另外社会保理机构 为了配合企乎工业政策 不正在4月30号之前 都是专门检田家修和外来人家探訪住民 她是跟她忙碌起来是电话代替 所以最后市長也通过忙碌死神 来关心机构九十岁阿嬷 跟她亲切亲安 比阿嬷也通过服务丸 上来自己亲手所做的抓分头 你这些都健康的喔 OK OK 要保持健康喔 我们路德给你照顾得很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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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所以你给你照顾更健康的喔 最后雨绽然 尽量那些延长 啥巴摸摸摸摸摸就 可能会危险 设ate 打 annoyed人成辉既会 纓家 daddy 纓해주 check 满丸新颜粽 提供父丹七位十六 八件机构 在第十段门来有纓丸展开 當然先問郭文及何喬邦蔡公佈的 憲主席登南市政府馬克棟公共中所 漂白之一消毒主義 當萬國府的請家隊員總共90人 出動消毒車、噴霧機頂頂的機構 將對火車站、地下的隔壁站頂頂 32位的公共空間全民進行消毒 火焰疫情恥修在世界各地煙燒 當時政府為加強工業工作 在3月26日卡棟公共中所漂白水消毒作業 始終郭文貴今天一趟早 特別來到台南火車頭 事實上環博教清洗隊員消毒作業的狀況 今天是來到台南火車站 針對火車站站前50公尺的戶外清潔 大家覺得有時候覺得說 新冠肺炎跟打掃有什麼關係 我跟各位報告是有關係的 尤其整個環境的整體清潔度 還有消毒 對於人的健康是有幫助的 所以說我們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環保局 將來我們會動員更多的志工朋友 還有我們的清潔隊員的同仁 大家一起攜手 來一方面讓台南市的這個各街道街區 能夠維持整潔 這是一個基本的 另外一個對於這個疾病 可能帶來的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說 有些人有些地方就會口罩亂丟 用過的口罩或是個人的一些清潔用品 它會亂丟 那這個部分已經不僅是環境整潔度而已 也可能造成疾病的這個擴散 所以說這些部分我們都會一併的來處理 那所以說在防疫期間 我們要兼顧適容的整潔 也要這個做好這個衛生的環境衛生的維持 這處消毒的重點 放在人群用於接觸的地方 餐廠是鱼 車票換不去 以及人群補充 民眾看到清潔隊員 出出的在上市消毒 也讓他們感覺到比較安心 就比較安心 對 但還是有的時候還是會很緊張 這個環保局這邊呢 經過我們自己設計好之後 然後請廠商去做打造的 特製化的 那這樣子呢 可以做一個大面積的消毒 它一次噴出來的時候呢 大概可以有噴到大概10公尺左右 所以在物狀的方式呢 對大面積戶外的部分的消毒 特別有快速的功能 那這個是我們 台南市環保局 特別是自己改造的 環保局也拿出來 公共中所裡面的靈圓 經常要接觸到電腿的按鈕 手扶梯 刀子 椅子 電話上 應該要有專制靈圓定期清潔 每天最少要清潔一次 若是處理人數比較多 也能夠提供消毒的評論 台南新聞 張碩維 蔡鳳報道 他們用國中小學的新生報道 拼命保守班的業者 在學校的門口接學生 到約會 跟約會交通制度 各種配合 將接新的選團 放到國約會的網站 集團小午也請新出席 專家學 用家中的選團這行消息 馬上就要音樂 國中小學的新生力學 過去都有保守班的業者 在校門口接生 但現在因為疫情的影響 也會給家中緩樂的作行 对处企业教育教育亚优质来沟通 希望他们可以改用 医化的方式来酸团 并第一次提供教育教的方法 可以让亚优质来放酸团的资料 其中文伟特也非常感谢 玩意配合的亚优质 在门口人挤人 人拦人 人追人 这种发传单的过程 我们在防疫期间 先请大家供体时间来体谅一下 我们就会敦请 补教业者能够不要用实体的传单 或实体的交付传单的方式 为了感谢补教业者的配合 所以我们特别让他们的招生资讯 能够透过一个教育的网站 以及家长会的一个传达 能够传递到每个家长的手中 这点是非常谢谢 一方面是五指化 一方面是避免人跟人的接触 第三个当然是把宣传的效果 可以一化起来 这些保释版资料将会放在旧的旧的帮帐 一直到业前结束后 也希望透过这样素维化的方式 让家长可以进行轻松的 刷顺塑塑料的资料 也让保释版资料先进行方便 我们新闻郭伯义 彩虹不得 要做好方便是领带温的工作 制品科技公司 特别运用滚风的技术 应该看一款按摩刷 替温快筛计 在立委 王顿有的砍刷之后 尽量让台南企业人间好好来输用 现在要到各级学校都需要的领带温 但是这样也做成了学校另外的工作负担 有部分的学校也应急了 红队带温精确以来减轻工作 对处有到国家中山科学研究营 缩塑生的制品科技公司 也特别运用滚风的技术 Super Tyra 搭载了一台五十几两点三度的 红队带温快筛计 也在立委王顿有的砍刷之下 制品科技也决定要关注两台 让台南企业要好好 希望好好可以在红阳鸿鸣 这要进到完整 二十六号要来顾办关键的医生 市长委员也请出席表达感谢 这一波疫情估计最起码 还有三个月到半年 这三个月到半年 很多活动行为都停止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能够帮助 我们最心爱的小朋友 甚至于我们市政府这样的公共场合 都可以能够做过滤 做防治 在现在我们也要赶快去采购一些 相对应的热血像 相对应的这个仪器 来让我们人力的运用能够更尊洁 因为大家想想看用额温计 在很大的单位和很大的学校 是很大的工作量 所以我们要尽快地把这个仪器给采购了 这样子就会让我们不管是老师 或是志工朋友们 或是公务员 他们的工作能够更投入在更有效的地方 这台网络的体温快筛计 最大的学校 就是可以快速 而且大量的精确领体的体温 同时价格也比较少 五菜也只有2.3度 自评科技或是希望透过这台机器 可以减轻感染的机会 并为工业来做努力 但是不愿意彩虹不得 要观察马上回来的新闻现场 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 我们将阅读分成六大主题 首先邀请到新世代作家 杨富敏 姜儿 李炳书 阿春爸 IG作家 来到台南iPad这节目中 与您见面 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三公用频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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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炳书 李炳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炳书 在全球拥有五千多间分点的地名核中平白 虽然在欧洲和美国的分点 受到疫情的冲击差不多都渐停营业 不过他们尽管台湾市区 在台南唯一的分点 最后照相开往去他们大部的民众 拜对建政国买 收集坡也情的冲击不管过来我 相信现在的白队 大家第一个人想就是要买嘴 不过最后百多位白队的民调 就是要来等台 整理第一天开幕的核中店 并且表示 该店是因专业的概念店 相当轻人 加上第一天一定要来选好 就是他的设计还蛮简约 就是蛮喜欢他的设计 也很平价 其实只是刚去旁边吃早餐的时候 刚好看到所以就趁要过来 你专举在内核中平白 在正式規模之前 法国营台湾区延文建立上人 也跟所有国营馆欢喜到 共同六下历史的记录来庆祝 董事蒸菜 基本上当努力 大家表示 在没有两年过的时间 因中在台南大安东八卫 找到设计的地点 虽然在澳洲和北美的古典 因为越前都暂时停压 不过台湾的特点没受影响 也专专业对台南企专的各种信心 我们一直都很想要在台南就是征典 那这一次就很开心能够到这里来 那也因为就是台湾其实一直做得很好 就是大家的防疫工作 也很谢谢台湾人民就是这么的努力 那今天早上其实台南市长 黄伟哲也有过来 那其实H&M对这个地方的经济 跟台湾的市场 都还是非常有信心 在疫情的防护上面 我们也做得很完整的 包括进门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量体温 那包括的话 我们在客人接触到的地方 跟区域的话 我们会加强消毒 那我们希望是说 在这样的疫情的影响之下的话 我们还是能提供给我们台湾乡亲 一个很好又平价又流行的一个商品 对我之前因为疫情要特别上市长 因为区域和台南市政府所 共同感慮的小朋友審査 所以市长和社会救助 也转提高党 接下这份疫情的心意 同时希望民众 并且从广东相应平白股山的回收结尾 根据了解全球5千余间的店面 台南市台湾第13间 竟是全球第1间 全新的环保概念店 但在新闻郭文吉和乔邦蔡文博等 旧国团台南团委会 庆祝青年节由支委丹顺中串領 跟22位社会台专 以及各种籍优秀的青年代表 拜会议会 由于丢队信隆和都委议委 共同接台 好上高养意见 为庆祝青年节 旧国团台南团委会 新出路的优秀青年代表 包括社会 台湾和各种籍优秀青年 总共22位 日前拜会台南市议会 由議長贵信隆和庆祝議員 共同接台 向方并且占递管市合兵 青年参政 定理帝来充分交往意见 尤其这次的武汉危险 議長也是不客气的公寮团委 希望公布问要加強 中央很多的 防疫机会已经到了卫生局 比如最简单的 災害的演练 如果我们发生了群聚感染 社区感染 那演练的过程 那些都要抽别了 经费下来 但是这种还没有做 当然是现在要隔离在家 居家隔离的人员 达到了4000位 但是我们的 这些的疫情旅馆的话 明显的不足 明显的不足 对方业 青年参政到计会环境改正 无所不担 最后所有的优秀青年 也跟议会议员作为欺负上留念 并且要请出席 在那29号 将在得公立 卫党中心基盤的标用卫党 台南秦文林跟 台南秦政府日前已经宣布 青年参加价 没有开放立塔制造 也没有提供接驳公车 市长黄伟哲 甚至是新城统 最好塔西餐 这次会有民众 可以配合 其父可留民众 近年适来哪个塔 这些人家等时间组织 竟然增加危险 也正在团保风险 所以近年青年参加 其父刚才这次 没有开放民众进入哪个塔制造 也促销接驳公车服务 同时23月21号 已经提早大朋友 白共德来让民众制败 对主持统 也特别来到中好塔 了解相关的红业演练 不管是改行删定的制造 还是分流少忙 将来生意最重要 圣中追缘是我们传统的美德 但圣中追缘必须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做 那这样子祖先也比较放心 因为祖先一定是希望说 他的后代子孙好好的度过这个防疫期 那我们一方面尊重这个传统美德 来祭祀我们的祖先 一方面也隐隐这个防疫上的 必须不得不然的措施 那减少这个疫病传播的机会 这点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最安全的方式 那随着疫情越来越严峻 每天都有好几十个人 十几个二十个 二十几个 这样的人出现确诊 所以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疾病 我们真的是非常小心 清明是个人相当重要的堆树 不过为了减固 细修和红业安全 明镜教授民众转练的配合 也讲到南西清明人家进他的製作 以往需要配合 纽体温掛嘴鞍和小豆等红业的措施 都希望民众 相应抓紧监量自动设 及医工代金 咱们的新闻观集合囚方 蔡英文部的 感谢您收看三位26号的 中间台南台人新闻 我是清明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